下午2時多,記者在藍沙明珠灣上車 體驗自動駕駛出車 開上了藍沙港快速 藍沙港快速同重報高速一期 是廣州首批開放的智能網聯汽車高快速路測試路段 開放道路總長約105公里 由於處於測試階段,車內配備了安全源 但安全源不會干預車輛的自動駕駛 而是觀察路況及車輛運行情況 以便做好後續的優化 過收費站、變度、加速 這輛自動駕駛出租車都完成得很好 坐在車內,感覺和人為駕駛的車輛沒有太大的區別 為了進一步提升我們的安全性 其實我們也去尋找了一些帶有高速場景的封閉測試場 模擬各種各樣特殊的場景、印記的場景 去測試我們的系統目前的功能是否完備 除了這款自動駕駛出租車 還有一款自動駕駛卡車也能夠駛上高快速路 高快速路測試道路的開放 對托福無人駕駛的應用場景具有重大的意義 它未來其實是有機會去讓我們的車輛從南沙開始 直接開到市區的包括像這種高鐵站 包括像白雲機場這樣非常重要的一些交通的疏流 我們整個智慧物流其實是可以真正的實現跨區域的物流運輸的 再次回你們的放鬆 就完成了 感谢观看